男子一觉醒来,竟然被囚禁在鬼的地下室 于是他开始尝试各种方法逃跑 墙壁挖不通,他就开始挖地板 结果谁知道挖着挖着,下面的东西将他给吓坏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面,我是穷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部《惊悚店》挑战 换说,在一个温馨的家庭团圆夜里 难得回家的男主,整个女儿们讲着有趣的童话故事 然后到了要睡觉的时候 一个陌生人却突然传入到他们家中 并席救了男主的妻子 就在男主四处寻找女儿的时候 那个陌生人又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敲晕了他 就这样,后面的男主被陌生人带到一个乌七漫黑的地下室里 因为身上被锁着链条 所以他怎么挣扎都是徒劳的 而除了男主以外,还有其他三名受害者 也被这个陌生人给囚禁在这里 其中男人名叫亚当,女人名叫凯特 还有一个浑身雪玲玲已经说不出话来的人倒在了角落里 名叫保罗 随后画面一转 一个屠宰场的老板用自己的方式教育着绑架来的小男孩 要求其屈服于自己,把自己当成父亲 但凡小男孩有一点不听话或者不顺从 这个屠宰场的老板就会狠狠地惩罚他 到了晚上,屠宰场的老板在屋里跟小男孩下棋时 一心想要逃走的小男孩就趁着他去旁边 咳舍的进去,偷偷拿走了放在桌上的钥匙 火树把房门给打开后 小男孩就开始一个劲地往外冲 然后才跑没几步,他就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因为这几天被屠宰场的老板给洗脑了 所以此时的小男孩就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无处可去 是个被妈妈抛弃的孩子 以至于他才刚逃离地狱 重获自由 没火 便又不得不走动地回到屠宰场老板的身边 开始试图接受这个可怕的新父亲 而老板想要的也正是这个小男孩绝对的忠诚和永远的不离不弃 他像是个上线病狂的孤独症患者 用这种偏激的方式把不属于自觉的人和事物强留在身边 为了让两人之间的连接可以变得更加深刻 老板看到小男孩的手背上有一个马蹄形的烙印后 甚至也在自觉的手臂上烙下了一个像头的马蹄形印记 而另一边被困在地下室的男主等人 在这个陌生人眼里也好像是几个玩物或者动物一样 他甚至都不给他们吃正常的饭 而是直接把一块生肉丢得下来 尽管一旁的亚当和凯特都警告男主 如果不吃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和角落的那个兄弟一样 但不愿意服从的男主 还是依旧坚持自己是个术食主义者 而且此时的他还是非常相信自己可以成功逃离这个鬼地方 但在他之前被困在这里的凯特 亚当和保罗 最近将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了 他们甚至把指甲都扣掉了 也论了没有把墙壁给挖开 显然这个地下室里面唯一的出路就是内上门 可执着的男主根本听不进去 墙壁挖不通 他又开始挖地板 结果谁知道挖着挖着 竟然直接挖出了个骷髅头 隔天地下室的门突然被人给打开了 一个层窗白色背心带着可怕面具的壮汉走得进来 然后把那名奄奄一些的成员给拖到了中间 命令在场的人 用刀子划破他的身体 接杯鲜血给制紧 看到壮汉直接一饮而尽后 男主立马意识到这个壮汉不简单 于是当壮汉指名要他过来继续完成动作时 男主就趁机用刀划上了他的手臂 果不其然 男主的这步操作直接进入了壮汉 为了让男主感到愧疚 壮汉直接抓起了一旁的女成员凯特 然后逼着亚当把蠢子塞进凯特的嘴里 等壮汉走后 男主就开始挡动绳索 试图逃跑 结果就在这期间 壮汉又突然走得进来 两人对死了一秒后 男主就一把冲开的壮汉逃了出去 而男主在听到凯特的尽叫声后 也始终没有停下离开的脚步 他沿着吞风管道一路爬去 可还没有爬起步 吞风管道就顺落了下来 就这样男主也跟着吞风管道 一起掉到地上昏迷的过去 等他醒来后才发现自己 又被关在了那个地下室里 而这次他的手腕上 还被绑上了更好的链条 除此之外 凯特和亚当也都因为男主 而受了更严重的伤 为了惩罚男主的任性 撞翰还特地让亚当 把两根肝针钉在男主的手掌心 将他牢牢的困在墙角上 而为了挣脱这两根肝针 男主只能冷折腾 硬生生的把手给拔出来 除此之外 男主还从那名奕奕西的成员口中 了解了撞翰的手上 有一个马蹄型的烙印 于是结合所遭遇的情况 男主突然想到了小时候后 他在夏令营里 也曾遇到过一个 手背上有马蹄烙印的小男孩 那时候 他正和凯特 亚当和保罗 一起坐在村里里 讲着可怕的故事 结果小男孩就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看到小男孩也想加入进来后 几人就故意给他设想男蹄 让他吃虫子 把他的手给钉起来 还将虫子丢到了小男孩的脸上 最后又乞讨而去 直到隔天 小凯特才找到小男孩 然后才了解到 原来小男孩手背上的马蹄烙印 是他的马被射死后 父母故意弄倒 可就算是 知道了小男孩的悲惨遭遇后 凯特还是没有对他表现出一点点友好 反而又故意 把小男孩带到了那个可怕的屋前 然后和大伙站在一块 蜂拥小男孩走进去 结果谁知道小男孩进去后 就突然被屠宰场的老板给抓走了 而屋外的几人看到后 非道没有上前帮忙 还害怕的立马转身逃走了 只剩下 看待的男主还停留在原地 吓得动弹不得 而在那之后 几人也再没有联系或者见面了 小男孩也就一直和这个老板生活在这个屋子里 直到有一天 他无意中发现这个老板还故意放火 烧死了自己的父母 他才知道 原来自己并没有被妈妈抛弃 这一切都是谎言 意识到自己生存的环境有多么可怕后 小男孩想要逃走 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老板已经堵在了门口 为了让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销声匿迹 老板甚至想要直接用杀猪的方式来了结小男孩 结果不料被小男孩给仿击 就将崛起的小男孩变成了房屋和屠宰场的新主人 为了报复儿子所受到的不公对待 他便特地把凯特男主等人给绑了过来 打算用以牙还原的方式 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自己这些年的遭遇 而现在全都想起来的男主感到非常后悔 他觉得自己应该跟壮汉 也就是当年的小男孩好好道个欠才行 可此时的壮汉已经有些伤心病狂了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男主的道歉 反而还要男主把一个装满串乱的真寡 扎进凯特的耳朵里 显然小时候的悲惨遭遇 导致小男孩的内心已经变得不正常了 现在的他脑海里只有报复和仇恨 为了让亚当也体会到身体里面净虫子的遭遇 他还特地逼迫凯特把一只虫子放进亚当的眼镜里 导致最后亚当只能让男主帮自己把眼镜挖掉 但偏偏这时候亚当又和男主起了冲突 于是一个阴差阳错下亚当就凉凉了 现在第一小时就剩下男主和凯特两人 可此时的凯特也因为极度懊悔 以至于也有些疯狂了 原来当年男主回家后 警察就立马来到了夏林 调查小男孩失踪啊 但凯特明明什么都知道 却什么也没有说 而这个秘密就将在他的心里长了20年 就在凯特说完这番话后 壮汉突然来到了地下室 显然此时的他想直接对凯特动手 但因为男主忘了的话术 才让壮汉情不知情松开了闭手 不过就算是这样壮汉还是没有放过凯特 趁着壮汉放松警贴的瞬间 男主立马逃出了地下室 可这外面就是一个紧闭的屠宰场啊 无论男主怎么挣扎 也终究还是没能逃出壮汉的手掌心 就在壮汉一把将男主按在雪水池里 想活活咽死他的时候 男主又突然给他证明来了一击 等壮汉再追上来时 男主已经逃到了房屋里 就这样两人展开了一场无比激烈的打斗 直到男主用铁桶对着壮汉的脑挂子 一顿猛击后 壮汉才彻底运了过去 紧接着男主立马砸开了窗户的玻璃 然后一拳一拐地逃到了外面 然而他才走没几步 伤后又传来了壮汉的声音 只不过这次的壮汉想要让男主帮自己了结 因为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后 他早就没有活下去的欲望和想法 他只觉得现在的自己就是个可怕的怪物 也是个恶魔 于是在影片的最后 壮汉还是凉凉了 而挣扎了许久的男主 也终于成功回到了家里 和老婆孩子团聚在一起 十年后 男主的女儿也跟着他的朋友们一起 再次来到了房屋附近的村里露营 结果一个带着可怕面具的男人 又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影片就这样结束了 说实话 看完这部电影 我竟然有点理解壮汉了 毕竟他之所以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举动 都是因为儿子的不幸遭遇 过分扭曲了他的思想 说白了 他皆是因为被小伙伴们伤害 又被屠宰城的老板给洗脑了 才会变成这样 他其实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受害者 而男主之所以能够活下来 也是因为他小时候 一直处于一个旁观的角色 并没有像其他人那么过分罢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